现在灾难频繁,请问弟子和家人是继续工作学习还是放下一切开始念佛修行? 放下,是放下妄想分别支柱,不是放下工作,特别是念佛这个法门。 这个法门方便,能够随顺一切工作,它都不妨碍。 我们在做工,心里一样有佛好。 如果我们的工作是需要用思维思考,要用脑袋,我们工作的时候把佛号放下,专身工作。 工作做完了,佛号就提起,这就很好啊。 毕竟是工作的时间不是很长啊,念佛的时间就很长了。 念佛最重要的,是心里就真有佛,这才关用。 口里有佛,心里没有佛。 这就很难起感应道教的作用。 这个经典上常讲嘛,一念相应,一念佛母,念念相应,念念佛。 那个相应就是真有佛,特别是现在灾难很多。 这种灾难都是提醒我们,检测我们,一定要认真努力学佛,求真净土。 这个世界不要再住了。 一心求真净土。 那么在这个世界,能住几天,自己也不必去考虑这个问题。 多一天,少一天,根本就不所谓。 时时刻刻准备往生。 这个心就好啊。 印族当年在世,就是这样教我们了。 他的官方,小佛党,没多大了。 佛像后面,他老人家写了一个字很大,死字。 天天想着,我明天就要死了。 还有什么放不下的? 真放下了。 这个方法非常好啊。 那时时刻刻刻警惕自己,自自然然,什么都放下了。 这是决定往生进度的。 我们应该要学习。 想到死了,哪一样东西你能带走? 生不带来,死不带去。 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? 放下心清净,心定,定声慧言。 这个是真的,不是假的。 这种没错。 对吗? 这种不仅定是不过来的。 这种不仅定是不仅定的。 这个是有什么状态。 这个是不仅定的。 是不仅定的。